雲林傳出了疑似選舉暴力事件 參選抖六市江挫里里長的曾和州 二十八號晚間和民進黨提名的市民代表 聯合拜票之後 這服務處就遭到六名黑人闖入還嗆聲 讓曾和州心生恐懼報警處理 從監視器外面可以見到好幾名壯漢 陸續走進服務處 部分青紅皂牌就大聲吆喝 曾和州表示他表態參選江挫里里長 二十八號以競選抖六市第三選區市民代表的蔡明璋 在瓦厝地區巧遇聯合拜票 返回服務處後就有黑英男子未遂進入 擔心衛視選舉暴力警方不敢大意 隨即調閱錄影帶畫面 找出這些人的身份 了解是否涉及選舉恐嚇 明星文 鄭孝欽 雲林報導 我們進入新年期間 我們進入新年期間 感恩 打包 倍